一个街头纷争 在台北市这名女子呢 她驾驶了刚买两个月的法拉利跑车这个上路 结果呢 疑似因为围停红线引发一名男子不满 这名男子呢 拿出了瑞士刀 往她的车头盖子上猛力一画 造成了30分公分长的这个刮痕 当然车主非常生气 不过她说了一句 美女开超跑也敢破坏 那么这句话呢 让她自己成为新闻的焦点人物 而这名女子随后说 她家里经济优渥 她没有工作过 而最近是因为喉咙受伤 所以声音比较低沉 她还唱了一首歌 自笔歌声 很像邓丽君 晚上十点多 张小姐把千万跑车 围停在松瘦路上 没多久 一名男子从口袋掏出一把瑞士刀 打开 接着走上前 刀子朝车头行李箱猛力一画 之后男子赶紧闪人 这样法拉利才刚买两个月 花了一千多万 现在不但车身有30公分凹痕 板筋凹陷 光维修就要花20万 没你开千万名车出来 就可以随便拿那个 类似刀来画我的车 那她现在可以用类似刀画我的车 那改天又遇到我 是不是可以去画我的脸 捅我的身体呢 车主就是这名身材 较好的张小姐 40岁的她保养得一 因为家中在新北市三重 经商开店面 经济优渥 从小就昵称小公主 全身行头包括10万块名牌包 和30万表等 加起来总共40多万 也不乏追求者 这个其实也不多啦 就是大概 就是那个五六个左右啦 有时候走在路上就是说 哇 骂倒明星 就是蛮多的啦 多少还有吗 是有听过啦 但是比较少啦 张小姐强调 最新太常讲话 导致喉咙受伤 声音比较低沉 不过唱起歌来 声音自笔宛如邓丹丽君 露出腼腆笑容 没想会因为车子遭刮伤 登上新闻版面 虽然自己围停有错在先 不过对方刮车就是不对 希望警方可以替他讨回公道 追求永生杨荣 特报道